今天要來開箱喔 嗨,我是羽衣之兔 歡迎回到開箱的時間 今天要來開箱這一箱喔 這一箱裡面有我從momo購買的東西 還有菜市場 超貨特輯 弄成一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買的東西 那所有的資訊都會在下方 如果有信息的話 可以點更多資訊去看 那在去看這個開箱之前 檢查一下你訂閱了嗎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喜歡影片也不要忘了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FB還有專屬的社團 還有不一樣的互動喔 歡迎點更多資訊 看FB的連結到FB來跟我互動互動喔 那就來開箱囉 如果你今天是有follow我FB粉絲團的人就知道 我是很喜歡這樣子水鑽系列的東西 雖然這是假的 不是真的水鑽 都可能是玻璃材質的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假的就對了 可是你多了這一顆 你就會感覺整個整體的感覺就不一樣 整個質感上面就差了很多 我猜猜這一條要多少錢 不用一百塊 不用五十塊 這個是三條一百塊的 那我買一條 所以一條是好像我記得是三十五塊 那我們是有抽 我媽是買別的 是買那個拔圈 拔夾 那我買這一條 我覺得是超有質感的 而且我喜歡藍色系的 藍色系的整整 看它會有反光 超漂亮 這個三十五塊我覺得有值得 那我會買這個說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現代人就是說話很重要 那幽默也很重要 所以我都買了兩本 就是關於說話的書 那我還沒有看 所以我還不知道這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看完了之後 再來講個讀後心得 那就先來一一的來看這一些書 第一本是好好說話 粉絲破千萬 最強的說話團隊 教你新鮮有趣的 話術精進的技巧 我覺得話術真的很重要 而且是要怎麼樣 要跟人家互動 這本書是這樣子 一樣是一種藍色的字體啦 這種的 它的字體看起來反而比較少 它的字體更少 那我覺得除了好好的說話以外 那我覺得在這 你在有在經營粉絲團 或者經營YouTube的時候 這種社群 所以我覺得幽默也是很重要的 人家罵你 你不能生氣 你反而要用很幽默的方式 就是把它從黑本變成你的始終本 所以我想說 我覺得我自認我的幽默感 是不夠現在目前在經營啦 粉絲團啦 在經營YouTube啦 很多真的很多賞 所以你必須要用幽默的方式 來去跟他們對話 也是比較屬於這種圖文的 那也是很像 注視 技術上面感覺是還好 應該OK 是可以看完的 那現在的網 社群上面是非常夯啊 FB啦 LINE啊上面啦 所以學一點那種 LINE上面的形象 但是這本書 我稍微看了一下 它比較傾向於在電商的部分 就是怎麼利用電商來賣產品的東西 那就是以上這些開箱的東西 你喜歡哪一項 你覺得哪一項買的非常有價值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影片到結束喔 你還沒訂閱嗎 趕快點擊訂閱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才可以及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喜歡影片也不要忘了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AVB還有專屬的社團 還有不一樣的互動 歡迎點擊更多資訊 來看一下 AVB的連結 然後跟我來互動互動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看一下支用怎樣的影片來進入生活 掰掰